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刘的频道 这期视频继续为大家解说 权力的48条法则这本书中的第三组和第四组法则 第三组法则我称之为自我保护的八条法则 法则一,不要依赖堡垒来防御 孤立是危险的 堡垒本来是为了保护你 但实际上会阻断援助 也会让你失去回旋余地 孤立的堡垒会切断你的信息来源 还让你十分显眼 成为异于攻击的目标 高高在上的堡垒是令人憎恨的权力 躲进堡垒的君主会成为反叛者的活靶子 而人群是最佳的防护盾牌 权力依赖于与人群的交往 你要像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那样 让自己处于事件中心 所有活动都应以你为轴心 你要了解外界信息 强迫自己打进形形色色的圈子里 如果建立了巨大的关系网 那么在一个地方出现敌人 就很容易借助在另一个地方的盟友 将事态平息 法则二 防传染 避开不快乐不幸运的人 不幸通常是愚蠢所导致的 而愚蠢和疾病一样 有很强的传染性 很多人往往以受害者角色呈现自我 他们不快乐和不稳定的情绪模式 为自己招来灾难 也把灾难向外散播 要对付感染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隔离 要远离这些传染性人格 否则就得承担后果 要结交气度恢弘的人 因为他们会感染你 打开你身上约束礼 令你局促的部分 法则三 了解你在和谁打交道 不要去冒犯你不该冒犯的人 弄清楚你要对付的人 千万不要搞错对象 在通向权力的道路上 你会遭遇形形色色的对手 冤大头和牺牲品 你要能辨认出羊群中的狼 野兔中的狐狸 秃鹫中的雄鹰 要认出人们的类型 区别对待 过度敏感自尊的人 极度不安的人 疑神疑鬼的人 记仇的阴险小人 都是权力世界中危险 而难对付的人 如果你想玩弄骗术和诡计 一定要好好研究你的目标 在评估对手时 绝对不要依赖你的直觉 不要相信人们的自我表白 法则四 不要显得过于完美 一旦你成功了 你最应该害怕的对象 是你身边被你甩在后面的朋友 不要低估嫉妒的威力 比别人表现的好 总是危险的 但最危险的是表现的没有错误和缺点 偶尔展现自己的缺点 承认无伤大雅的不道德行为 是很明智的举措 这会溶解他人对你的嫉妒 让你看起来更有人性和平易近人 要不时的遮掩才干 故意暴露弱点 或将成功归于运气 否则的话就去交新的朋友吧 法则五 不要过于信任朋友 要学会利用敌人 对掌权者来说 朋友经常比敌人更可怕 朋友往往会期望越来越多的好处 还会萌生嫉妒之心 万恩负义 有着悠久深远的历史 结盟要建立在双方的利益上 而不是个人感情上 君主如果雇用以前的敌人 他会比朋友更忠诚 因为他更想证明给你看 要让敌人为你服务 正如林肯所言 化敌为友 就等于消灭了敌人 与敌人相处会牟利我们的智慧 使我们全神贯注 时刻警惕 如果你没有明显的敌人 有时候你必须设立一个便利的靶子 一个清晰而明确的敌人 是你向别人证明 你必须握有权力的最好的理由 有公开的敌人 比不知道敌人躲在哪里要好得多 法则六 不要抢上司的风头 永远不要盖过上司的光芒 永远让你的上司感觉优越 在取悦他们 或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时 不要过分地显露你的才华 有人以为展示自己的才华 能够赢得上司的喜爱 这是普遍而又致命的谬误 如果上司不能利用你来体现他的英明 他就可能反过来 感到恐惧和不安 对你产生怨恨和憎恨 每个人都有不安全感 也许你做不到一辈子都在意别人琐碎的感受 但是对于权位比你高的人 你必须要小心 不要成为他人不安全感的牺牲品 成子凌驾于君王之上的优越 不仅愚蠢而且致命 法则七 扮演完美的朝城 宫廷社会的结构环境是围绕着权力形成的 只要权力场依然存在 主宰宫廷生存的法则 根古不变 历史上优秀的朝城都掌握着控制别人的大学问 他们荣耀君王 却也积累自己的权势 他们行为处事都会经过掩饰 他们形象优雅 是语言大师 但绝不会多说一句不必要的话 他们知道如何取悦他人 却不会屈辱自己 身在宫廷 朝城的应对技术比他的才华更重要 法则八 除恶物禁 斩草除根 令人身位的对手必须彻底消灭 不要给敌人任何反扑的机会 尤其在面对过去曾经是 朋友的敌人时 更因如此 第四组法则 我称之为获取帮助的八条法则 法则一 寻求帮助时 要诉诸对方的自身利益 而不是他们的慈悲或感恩 讲求现实者总是会选择未来 忘掉过去 而绝大多数人都是现实主义者 很少有人会采取违反自我利益的举动 所以求助时千万不要惹人讨厌的去提醒对方 你过去给他的帮助和好处 这经常会适得其反 使自己成为对方欲除之而后快的沉重包袱 不要陷在自己的渴求与欲望里 一厢情愿地假设对方宽厚无私 你必须关注对方的利益 了解对方的心理 才能跨越双方的分歧 获取帮助的最佳途径 是让对方清楚地看到 他们的利益在于增进你的利益 只要对方看到自己能获得利益 就一定会做出热情的回应 中国春秋战国时的游说家们 个个都精于此道 法则二 利用别人的工作来建立自己的功劳 你要利用别人的智慧和替你跑腿 来推进你自己的事业 他人的帮忙不仅可以节省你宝贵的时间和精力 还可以使你具有犹如神柱般的惊人速度和效率 不要亲自去做别人可以为你效劳的事情 爱迪生的名气比特斯拉要小 而且和更多的发明联系在一起 是因为爱迪生更精明 会雇用顶尖人才为他效力 也会占有别人的成果 在权力场上 有人在辛苦的工作和创造 但在他们头顶之上 也总有一群秃鹰在盘旋 盘算着如何借由别人的创造力生存下来 你要清楚什么时候要让别人分享你的功劳 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你创建了自己的权力根基后 也要学会使自己成为秃鹰 法则三 掌握选择权 让别人玩你发的牌 最佳的骗术 是让对手自以为他有选择权 让他以为自己控制了大局 而实际上他只是你的玩偶 向对手提供对你有利的选项 无论他如何选择 最终都会达到你的目的 隐退或消失是独裁者 控制人们选择项的惯用手法 独裁者让人们被迫选择 由他们回来掌权 否则就面临灾难 控制选项的办法还包括 粉饰选项 激将法 饥饿营销 拖人下水等等 法则四 不要依附于任何人 不要匆匆忙忙的选择战队 不要依附于任何一方或任何主张 而是应该控制自己的感情 保持自己内在的独立性 隔山观苦斗 如果你让别人觉得能随意摆布你 你就丧失了影响他们的力量 你要激发人们的希望 让所有人来讨好你 以中间人的身份获得权利 保持超然的地位 人们会对你兴趣倍增 保持距离 人们会更努力地拉拢你 就像童贞女王伊丽莎白一世那样 给予希望 但永远不让他们满足 华盛顿建立新生的美国时 也避开了和英国或法国结盟的诱惑 法则五 用选择性的诚实和慷慨来麻痹对手 隐瞒的本质就是转移对方的注意力 古语说 将欲取之 必先欲之 喝着脸皮索取 会带来危险 要用诚实和慷慨的声誉 解除对方的防御心理 通过给予 让对方很难注意到你的索取 如果你已有欺诈之名 有时候公然欺诈 也可用于隐藏你的行动 甚至让人佩服你 坦诚地表现出自己的不诚实 法则六 用朋友的姿态做间谍的工作 要想获取权力 情报极为重要 在权力上 你的目的是在某种程度上 能够控制未来世界的发展 而人们不会告诉你 他们全部的想法和计划 诀窍在于找到方法侦查他们 发现他们的秘密和隐藏的意图 掌权者经常会通过诱使他人 采取某种行动 来测验他们是否忠诚 这往往是消灭隐患的明智之举 法国外交官塔列朗 在社交场合 经常会脱口说出一些 自己编造的神秘故事 通过观察听者的反应 来获取自己想要的情报 而激怒对方 使对方控制不住自己的言辞 也是侦查者的常用方法 法则七 鄙视免费午餐 免费提供的事物可能带有受恩的复杂情感 可能意味着品质上的妥协 有时还相当危险 或者内涵诡计 或者隐藏着潜在的义务 而有价值的事物是值得付费的 对于金钱要保持慷慨与流通的态度 大方慷慨的形象是权力的象征与词实 拥有权势的人往往出手大方 他们购买到的往往是影响力而不是没有生命力的物品 为了保障财富 你必须学会善于运用财富 赢得人们的心 吝啬鬼不会讨人喜欢 也没有人想跟贪婪者共事 他们的下场就是成为孤家寡人 也会成为骗子们的行骗对象 法则八 鄙视那些你得不到的东西 对于那些你得不到的东西 最糟糕的做法是大声抱怨 让人们看到你的失望和软弱无力 对于小麻烦小伤口要学会轻视 不要掀起伤疤 以免把小伤搞成大伤 我是老刘 我喜欢用简单的话说复杂的事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订阅留言点赞 下期视频我会继续解说 权力的48条法则这本书 第五组关于竞争的法则 和第六组关于目标的法则 谢谢大家